距离北京不够200公里 河北省西部的小五台山和茶山 因为側旗的自然美景 成为登山者天堂 小五台山位于张家口特陆园和惠园交界 有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 最高的东台海拔2882米 是河北省第一高峰 它亦是省外太行山脈的主峰 这里的原始森林保持完好 满布繁花异草 而背向太阳的地方积雪可以终年不化 在小五台山南面 相距十多公里的茶山 是太行山脈的第二高峰 它比小五台山矮三百多米 坐落主峰下 一处宽阔台地上的茶山村 海拔近一千九百五十米 它被称为河北最高的山村 亦是近年新兴越野自家和露营胜地 由茶山村可以远跳小五台山 亦可以沿着北边山坡徒步大约两个小时 登上山顶 要欣赏茶山未经雕鱼的自然美 夏天和秋天都是最佳时间 山花烂漫 整座山都是红色、黄色、绿色 还有曬太阳的牛羊点缀 构成一幅优美祥和的风景画 无线电视记者黄正廷报道 中方就美国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同时多次对中国的航天气势发展表达忧虑 要求美方尊重各国发展正常国防能力的权利 美方能否向国际社会说明 美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意欲何为 又是出于什么理由 担心别的国家呢 国际社会是否有充分的理由 对美方的主动表达担忧呢 我们敦促美方 充分尊重各国发展正当国防力量的权利 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 习近平继续在山东考察 强调能源建设必须掌握在自己国家受众 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四到山东东营的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和登上转井平台了解油田的创新发展 胜利油田在1961年发现 打破了华北武邮论 之后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 近年的年军产量稳定维持在大约2300万吨 习近平也探访了阳庙社区 这个社区原本围住黄河水患严重的地方 大约50年前开始当局安排他们搬走 原子就改为畜洪区 黄河滩区18岁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 全面开展搬迁 迁径 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看到你们安居乐业 乡村振兴继续发展 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也到了黄河三角洲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自刹盐检地综合利用和现代农业发展 他说黄河三角洲在生态保护和农业开发上都有战略议 发展抗盐检作物可以有效提高农地产能 对中国粮仓起到积极保障作用 习近平第二天出席一个座谈会的时候提到 黄河流域在保育和发展上 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 要求开发建设必须守护生态保护的红线 高度重视安全 同时推动自虐用水 全面提高灾害防控水平 守护人民生命安全 提高战略思维观念 并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导 外交部驻港公署批评个别西方政客 抹黑特区政府依法取消部分区议员的资格 予以强烈谴责 特区政府也发声明 敦促外国政客立即停止公然干预 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本港一共有49个区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 取消资格 外交部驻港公署批评美国、欧盟、英国、澳洲、 新西兰等个别西方国家的政客 就有关问题说三道四 是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公署表示强烈不满 予以强烈谴责 又说美国等西方国家 在民主人权领域劣迹斑斑 无资格站在道德高地 对其他国家自首或脚 西方政客关心的 不是香港社会整体利益 而是香港能否继续作为 压制中国发展的棋子 他们偽善的人权剧本 早已被国际社会看透 特区政府也发声明 强烈反对并谴责个别的外国政客 就香港的人权、自由和政治参与的所谓问题 发表偏颇无理的声明 说他们公然粗暴无理攻击香港特区 并挑衅和干预中国内部事务 重申区议员宣誓完全符合《基本法》 因为未能符合法律要求 而被取消资格是政党决定 另外对于美国日前发表公告 允许在美国获延期强制离境的港人 申请工作许可 特区政府亦予以强烈谴责 说潜逃的香港通缉犯企图窝藏在外国 包括美国以逃避法律制裁 有关公告等同美国向这些逃犯提供避风港 批评有关政府不单止窝藏逃犯 还邀请或者鼓励他们居留 公然无视法纪 必须为他们引致中国和相关国家的 紧张局势负上全责 无线电视记者杨沛斯报道 中英外长通电话 中方表明反对美国、英国和澳洲 展开核潜艇合作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 和英国新任外相卓维斯通电话 王毅说严重关切三国建立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展开核潜艇合作 认为是核母国家第一次向无核母国家 转让核潜艇提供浓缩油 并不受国际监督核查 势必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 强调在区内打造新的军事集团 会引发军备警察 挑动大国对抗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顿重应放 仲为护核不扩散体系出发 慎重主理 三思而行 外交部说卓维斯就此作出解释 说希望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 深化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中国驻英大使馆批评英国官员就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干涉中国内政 就英国外上关注香港有区议员被取消资格 中国驻英大使馆星期五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并且执行有关规定 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推动香港民主政治制度健康发展 更好地保障香港民众各项权利和自由 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获香港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又说香港已经回归中国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中方顿促应放停止利用涉港问题进行政治操弄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 来到疫情方面 昨天新增50宗确诊 本土病例占38宗 其中阴叔17宗 内蒙古11宗 北京6宗 零下3宗 雲南1宗 至于境外输入病例有12宗 累计确诊超过9万6千宗 而香港累计12313宗 白宫连续第二天重新 美国对台政策不变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当地 星期五说 美国总统拜登无意改变对台政策 美台防务关系仍然依据台湾关系法 会继续支援台湾自我防卫 他又引述国防部长奥斯丁较早前的回应 说没有人希望见到台海再起冲突 拜登同样不准 拜登星期四出席电视节目时 被问到大陆一旦攻台 美国会不会保护台湾的时候 他回答是会 随后白宫已经说对台政策无变 在北京 外交募敦促美方 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讯号 强调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问题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 正式练兴起僻 优优独播 Portuguese